在数线上 乙之甲数在乙数的右边 乙数在丙数与圆点之间 如果丙数小于零 则甲乙丙三数的大小关系为 首先呢我们先把题目的 关系慢慢的写出来 已经知道甲数在乙数的右边 甲在乙的右边 甲在乙的右边 这样子甲在乙的右边 那么乙数在丙数与圆点之间 这个是第一句话 这个是第二句话 乙数在丙数与圆点之间 就是零的意思 那么也有可能是乙数 丙数圆点之间 这是第二句话 如果说丙数是小于零 如果说是丙数小于零的话 这一句就不行 因为丙在丙的右边 这里是大于零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假设就是错误 这里就不可能 则甲乙丙三数的大小关系是怎么样 照理说就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甲在哪里呢 甲在乙的右边 所以甲一定是在这个地方 甲乙丙三数的大小关系 我们知道最右边的最大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是甲大于乙大于比 不仅比较左边